各位我很想分享 上兩個星期 其實在我家發生了一件很不開心的事 因為我女兒有了BB4個多月 就會產檢的時候 醫生告訴她的大腿 就斷了給正常BB4個星期 因為她那時應該18個星期左右 短了4個星期左右 她回來跟我們說 都是祈禱 都不能做什麼 大家都很憂心 醫生立刻安排她明天去做一個深切的 結構的檢查 人家的BB是一個玻璃骨的BB 我們聽到的時候 都繼續問醫生 醫生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醫生 她都說 我們就問她 可不可以把那個BB生出來 醫生就說 應該就不可以 她又沒有說不可以 她說她的骨架 承托不了肺 如果她出來 她都會很快就腰折了 因為那些骨架 會撐住肺肺 她不可以呼吸 這樣 差不多那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要 終止 要終止 要終止 壞人 我們就 立刻找醫生 在當時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傷心 我女兒去廁所的時候 會跟我說 她說媽媽 我會不會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上不到天堂 其實她說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很傷痛 我就馬上跟葉牧師 WhatsApp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 我真的好多謝葉牧師 葉牧師跟我說 不是你們不想要那個BB 而是那個BB 而是你們真的被迫 要做這件事 我去安慰我的女兒 我說葉牧師這樣跟我們說 我說 我們不要想那麼多 我說了 不會因為這樣而失去救恩 就是 告訴她 因為她是被迫的 之後我們就立刻叫安排 她去做這個手術 做這個手術的前一天 我又帶了一個女兒來這裡 見葉牧師 葉牧師 為她祈禱 其實我女兒 不是很依靠神的人 她都知道有神 她都經常叫我為她祈禱 但是她當日在這裡的時候 葉牧師就為她祈禱 她會把手放在肚子裡 其實她的寶寶還未動得很厲害 在那段時間 四個多月 但是葉牧師為祈禱 她就感覺到寶寶動得很厲害 感覺到寶寶動也不出奇 但是我女兒是感覺到 她是有喜樂 她說我感覺到我有喜樂 她說我感覺到寶寶也是喜樂 我覺得這個 對她往後和她現在在優良的時候 對她的那個醫治真的很大 因為每一想到寶寶她都不開心 我們都會覺得很傷心 但是當她一想起 那個聖靈充滿的時候 那個寶寶是這樣動起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決定 也是很難的 因為做這個決定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做錯決定 但是當葉牧師為祈禱她 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她就好像覺得 神好像給了一個印證我們 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不用為這件事再去那麼傷心 因為我們好像知道了 真的我們好像知道了 寶寶出不了力 她都會在神的懷抱裡面這樣 所以我覺得 很感謝葉牧師 咬我的這個聖靈充滿 還有為我女兒祈禱的時候 讓我和她的女兒都覺得 在這段時間都很大的安慰 不會再欣賞 失去了這個寶寶 再沉在一個傷痛裡面 我覺得 將一切融入了骨 更加一切融入了一切 那就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 剛才為了幾個嬰兒祈禱 讓媽媽祈禱 叫她媽媽按手在嬰兒身上 然後我按手在她手上 她媽媽都說 那個嬰兒在那裡跳 就是那個嬰兒在裡面有反應 並且有一個是震的 那個嬰兒不只是跳 是震的 就是有些聖靈充滿的能力 所以當你知道有人有懷人 可以鼓勵她為那個嬰兒按手 其實我同時 你如果是女性 就可以按手在圖上 你們看得到 我們都可以帶著神的能力 單止為出生了一個人 亦都可以為胎兒圖的 我們可以穿她的 在我身上 我會選過 那些呈禱 這個說法 然後我會選她 明天見 這是不高的